這次我們為了亞洲杯的集訓 目標是重返亞洲四強 然後我們在這當中 平時做了很多重要的訓練 像我們在師大的訓練結束以後 球隊訓練結束以後 我們會做了很多重要訓練加強 大概平時都做到晚上11、12點 那白天的話就是做一些心配耐力的訓練 對 最近就是小凱教練做的體能方面都是高強度 然後再中強度 然後而且特別加強的是下班生技跟上班生技 希望在5月6號以後到台北去做一個 一地訓練 因為台北有比較好的場地跟一個競賽的對手 那我們希望創造一些 接近於正式比賽的一些訓練內容 所以5月6號以後 我們希望能夠回到台北去做一地訓練的兩週 國外的選手身體的抗衡其實很強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重要訓練 還有訓練內容 一定要做一些補償 才有辦法去跟國外的選手做一些對抗 對 所以我覺得 這次的訓練 是我覺得 就是 從之前集訓以來 讓我覺得最充實的一次 比賽是球員的責任 然後 就是比賽 就是在場內啊 就可以學到一些經驗 然後增加自己的體力 然後我覺得 一點都不會累 然後本來覺得還蠻開心的 雖然很累 就是 不過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就是 我覺得成功的背後 一定也需要付出一些辛勞 我會用我的汗水 去換取一切的成功 剛開始覺得累啦 可是我覺得我們可以 跟著這些球隊 可以一起做一些 特表 我覺得我們可以 提升 可以讓自己 努力的 打進前四球 衝翻 衝奚 進來 我愛你